世界七大奇迹是公元前三世纪在希腊旅行者之间流行的观光之蓝 希腊人认为数字期代表完美和富足 如今世界七大奇迹大部分已经损坏 在世界七大奇迹的基础上 一些地方提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说法 今天的山寺山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方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是一座15世纪的印加城堡 位于壁鲁南部 海拔2430米 非常幸运的是在西班牙殖民秘鲁期间并未发现该地点 马丘比丘得以完整保存 马丘比丘是为数不多的保存几乎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遗址之一 整个遗址大致分为城市区和农业区 上城区和下城区 1911年宾厄姆抵达时 当地印第安人仍在使用其中一部分的梯田 遗址保存的完整度和整体布局令人惊叹 它的南部东部和西部被数十个阶梯式的农业梯田包围 人心道和台阶都是由石块铺设 连接各个建筑物 主广场被宽阔的露台隔开 位于遗址的中北部 马丘比丘所有的建筑都不使用沙浆金属工具和轮子建造 全部采用打磨的石头堆砌 堪称工程奇迹 1911年美国考古学家海勒姆·宾厄姆三世以诸介之名 从马丘比丘带走4000多件文物到耶鲁大学 后来耶鲁大学以秘鲁缺乏照顾他们的基础设施和系统为由 没有归还这些文物 直到2012年11月 耶鲁大学才归还所有的文物 这些文物目前存放在马丘比丘博物馆 自1911年发现以来 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旅客访问该地区 2017年的旅游人数已经超过140万 1983年 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吴歌窟 吴歌窟位于柬埔寨 是吴歌古都中保存最完好的圣殿 以建筑宏伟和浮雕系致文明于世 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庙 吴歌窟始建于12世纪 当时的吴歌王朝国王举全国之力花了大约35年建成 由于是一座圣城 吴歌窟在当时属于禁地 建筑群中没有普通的住宅和房屋 也没有发现通常在古代遗址中的催具 武器和衣物等 吴歌窟整体呈1500米长 宽1300米的长方形 建筑分布多为对称结构 十分整齐 是高棉古典建筑风格的典范 吴歌窟风格 使用沙岩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建筑表现为凹凸不平的塔楼 典型的装饰元素飞天浅浮雕 山心墙上的广泛的花环和叙事场景 基本上都是垒石建筑 很少使用木材 外墙大部分采用浅浮雕的形式 外囊的内壁描绘了一系列的大型场景 由于整座建筑建在一大片昭折地之上 是一座巨大的水上城市 再加上季风性气候 全年降雨量不均匀 护城河能有效地调节雨季和旱季的地下水位 防止地基出现问题 199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五个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各地来五个窟观光的游客持续增加 从1993年的不到1万人 到2007年已经达到200多万人 西吉里耶 西吉里耶是一座位于斯里兰卡的古代宫殿 位于高约200米的狮子岩上 长不到3公里 宽不到1公里 四面都是悬崖 宫殿建于五世纪达都涉纳王朝时期 传说王子嘉叶波在发动宫廷政变后 为防止他的哥哥复仇 在狮子岩上建造该城 岩石的顶部是美丽的远景花园和宫殿的所在地 利用地表和地下液压系统供水 从岩石上切割下来的蓄水池 在今天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 狮子岩上的壁画是斯里兰卡历史上 唯一流传下来的非宗教题材的壁画 国王死后 这个地方被当作寺庙一直到14世纪 作为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规划样本 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先进的灌溉系统 在1500多年后的今天 仍然为景观花园提供水源 因此斯里兰卡自豪地称这座古城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2008年 是中国第一个规模宏大 布局讲究且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 陵墓布局仿照秦桃都城咸阳 内外分为两城 内城周长2.5公里 外城周长6.3公里 林总位于内城西南 在发掘兵马俑后 一些兵马俑的彩绘表面开始剥落和褪色 覆盖在桃涌上的漆一旦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 便会在15秒内发生卷曲 4分钟内就会剥落 因此目前未发掘核心陵墓 历史学家司马天在史记中描述了这座陵墓的建造过程 整个工程征用了70万名工人 下葬时有宫殿 塔楼 官员 宝物和奇物 用水银模拟了100条流动的河流 其上方的天花板装饰着天体 下方是土地的特征 后来的历史记载表明 这座建筑群和陵墓本身已被下雨洗劫以工 一号坑和二号坑都显示出火灾损坏 同时还发现了烧毁的天花板的残骸 所有的这些和连同丢失的武器 都被视为项羽抢劫和焚烧遗址的证据 这也导致乌林倒塌并压碎了下面的兵马俑人物 目前碎片已被复原并展出 然而有迹象表明 核心陵墓可能并没有被掠夺 1987年 秦始皇陵墓以及兵马俑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巨人地道 巨人地道位于北二南西北部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 由总计约4万根护所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组成的8公里的海岸 由大约5000万年到6000万年前的火山喷发所形成 石柱的顶部形成垫脚石 从悬崖脚下一直延伸到海底 大多数柱子是六边形的 最高的岩石有12米高 经过几百万年的风化 这些石头看起来像是一些物体 比如巨人的靴子 蜂巢 骆驼的驼峰等 这些地方还是海角的天堂 自19世纪以来 这里受到游客的关注 是北二兰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2019年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1986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需要注意的是 世界第八大奇迹在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定论 目前全球公认的奇迹只有7个 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赞誉 而不是确止 无论如何 这些地方大部分都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各地都争抢这个称号 除了能提升其国际知名度以外 还能吸引游客带动当地经济 从而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 你认为哪一个地方是你心目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